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是鹿的一种 是石草动物 被称为傻袍子的原因是这种动物的好奇心十分的强 都说好奇害死猫 但是袍子比猫还要严重 上山打力的猎人看了袍子后 如果第一枪没打中的话 根本不用着急追 你需要站在原地等待 不大一会儿这个动物就会自己跑回来 然后一脸茫然的看看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真是让人蒙了一脸呀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是 袍子的屁股后面长了一撮白毛 如果说到惊吓的时候 白毛会向四圈炸开 之后就会思考 我到底是跑还是不跑呢 这反射狐狐狐狸也太长了一点吧 有这个时间 它基本上已经跑不掉了呀 真是让人笑喷了 袍子夜晚还喜欢在车灯的前面 借着灯光跑 完全不知道自己可能会被撞死 只知道有灯光的地方好赶路 其实在路上被车装的动物不在少数 而且大部分都是和鹿一类的动物 可能这是因为它们的头脑 跟不上人类科技进步的速度吧 它们根本不知道车是什么 也不知道会有危险 最有意思的是 在冬天如果被追逐 觉得自己跑不掉了 就会把头埋在雪地里 不顾自己的屁股还露在外面 天真的觉得别人看不见它 然后就被抓了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 袍子成为了世界上 被捕最多的动物之一 不过小丁在这里 还是希望小伙伴们 对于野生动物要和平共处 不要大肆捕杀 不然很多年后 世界上只有我们人类的话 想必也是一种悲哀吧 本期青台内容就到这里 关注无线创意 关注最新科技